家仇 我现在是阿里巴巴 我要进到四十大道的洞穴里面 这个部分是我自己的 所以你看 我当然可以讲说我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整理 虽然我也在整理 可是永远隔一阵子 就会变成这种情况 东西都在地上 我不想拍床实在太丢脸了 好 这个是门口 我不知道是从哪边出来 这个是 另一个 通往 这个是以前的屋主 他 这边建了一个叫Spa Room 就是可以洗Spa的 那这个Spa Room 现在就被我们 变成我先生的 他的 出长间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都是我先生的杰作 如果他可以的话 可能他从出生到现在的东西都会在 然后他也是很喜欢 把东西弄得井井有条 可是总而言之 已经是无法附和了 然后他买了很多的架子 我开始会使用架子 还是我先生 帮助我的 好 这一间 这个就是我先生的 藏宝室 哦 这个东西我倒是没看过 一个Apple 看起来他想要 做一个 大概是 博物馆吧 因为这是比较老的Apple 我先生他蛮喜欢 他喜欢研究东西 非常非常的喜欢 好 这个还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 一个吸尘器 好像是我丢出去 然后又被他捡回来了 好 哎 生活真是快乐啊 好 这一间呢 哦 这边很多东西我真的没看过 因为这间我大概好几年没怎么进来了 可是我想 就是那样子 好 这个地方倒是有个故事可以讲 因为 我们这个房子大概从我们搬来之后 没多久就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先生喜欢把东西一直堆一直堆 然后他就说 他有空他要整理 他会把它整理得很好 哦 你看到现在这边有两个 两个Monitor 古董级的Monitor 可能是他以前留到现在的 有些东西我真的没看过 像那个铁柜不知道哪来的 我从外面见过他在这边出现 还是以前就有了 我也忘了 好 反正这间就是 这样的情况大概 十七十八年了吧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大概住了十七十八年 好 以前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房子的外面是后院 是蛮隐蔽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讲说 这边没有铁窗 可能有点危险 因为人家如果跳墙 我们的围墙算是 到你的额头 就是像我是 一百 一百六十公分左右 他也差不多 围墙都一百六十公分到一百七十公分 这样子 所以他的围墙 有人如果努力想跳进来 还是可以跳得进来 那我就说这边这个后院子 这个窗户 没有 没有铁窗 所以我觉得蛮危险 结果我先生说 这个东西堆得这么满 人家不会进来的 结果 我们大概 三年前 两年前 三年前 就有一个 有一点点精神病患的人 我觉得他真的 头脑有问题 他就从这边推进来 他总是铝门窗 我不知道铝门窗可以这样子 他就是把那个铝门窗往这样子推 所以这样推进来 然后就像一个 松鼠还是老鼠之类 这样从挤进来 从这边进来 到我们家去 然后我 那时候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进来的 我刚到家 然后就 就盼到一个 家里有一个陌生人 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一个 不认识的人出现在我家 难道我在公共空间吗 我那时候也恍惚了 那一次真的把我吓死了 然后 所以 他的想法 我老公的想法 就是觉得 这么挤的地方 正常人不会进来的 可是我想也可以讲说 正常人不会把房子搞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 一个不了解自己是生病的人的人 所以有时候为这个事情 我们也是吵架 然后他都会指责我说 你自己也清不干净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自己也是一个 进行中的病患吧 只是我还愿意去看医生 我还愿意 承认说我的确是生病的人 好 这个柜子也是新的 哇 也许是我回台湾的时候 他搬进来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过程 所以 任何人 希望你们看到这个 这个影片 希望神祝福你 第一个 要发现基督 你需要接受基督 因为这种是 我们本身里面的 我们的罪性 就是有的东西 我们堕落的人性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的精神会出现疾病 我们的心理 以为自己很正常 所以先认识基督 第二个 如果你家人有这种情况 请你不要帮他 你越帮他 你连你自己都 都会被拖下去 你只要清一次 他没有 一个礼拜不到 绝对会搬回来 因为你清 你就好像是把 一个动物的洞穴给打翻了 你把它清光了 那个动物就非常非常的 没有安全感 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